高雄有一名王姓保姆疑似涉嫌虐待五个月大的男婴洋洋 因为在10号当天这小朋友全身无力送医 被医师诊断出他的颅骨骨折 怀疑他被虐待 现在小朋友还在小儿加护病房来治疗 而当时呢这个男婴的母亲的朋友 他提到整个过程是觉得这个非常的难过 而这名王姓保姆也已经申请鸡鸭获掘 五个月大的男婴送到保姆家照顾 结果却送进医院加护病房全身插管 男婴母亲的朋友提起当时薪都要碎了 将孩子托给同一位保姆照顾的林依林家长 当下立刻打电话叫车协助送医 已经慌到连车怎么叫都不知道了 我说我帮你叫Uber Uber两分钟就到了 你妈妈三月四号起将孩子送到保姆家照顾 三月七号就发现孩子痒痒着大腿出现瘀青 四月二号又发现上眼皮瘀青 四月十号早上才将人送到保姆家 下午却接到保姆电话通知 小孩全身无力 母亲急忙赶到保姆家将孩子送医 十一号医生开立诊断证明 急性硬脑膜下出血合并颅骨骨折 双侧视网膜出血高度怀疑儿童虐待 家长当天立刻报案 这间痒痒还在小儿加护病房跟死神搏斗 想到这个孩子得来不易 男女母亲的朋友忍不住哽咽 由于保姆是透过有人介绍认识 父母相当信任 没有怀疑先前孩子遇亲 可能是他造成的 目前检方申请王姓保姆积压获准 后续将持续调查厘清整起事件